第2節的白鬼夜遊 第2節 第2節的白鬼夜遊 第2節就開始講一些正經事 就是為何還未有課金給阿星 沒有課金 沒有課金 大家打多支持我們的百鬼主持阿星 沒有課金 打電話來的 打電話來的都很久沒有 Giby也可以 大家 我真的幾個月沒有打電話來 打過電話來試一下 上一次已經是MK了 應該是 MK打過之後暫時也沒有 大家還有沒有打電話來聊天也好 阿星為甚麼打了哭 你很累嗎 我每天都是這樣 缺氧 我以為你有甚麼想發表 不是 我好像每天做節目都是這樣 長期的狀態都是缺氧 無論是早上大香港 爆出籃球 我總之做親自我 好啦 咦 有人聽到我們講話了 我們可以多睡覺 我們就可以講我們的 這個禮拜想講的東西了 其實是甚麼呢 出圖 開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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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來買東西了 是呀 好 那真正想出的是甚麼呢 話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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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這個是今個月二號 剛剛發生沒多久 星期一晚 是呀 就是 所以 當晚 就發生了 一些這樣的事 九月二號是 這個七月三十來的 是 鬼門關 即是 最後一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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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發生甚麼事呢 就發生深圳灣大橋 有車衝了下海 是 當時 其實我覺得 我都 就這樣聽的時候 都覺得很離奇 是呀 整個車跌入海 因為我那晚 都在找新聞 準備第二招打 我那天 都在看 就看到這單 都在想 有沒有得說一下 衝到海 沒甚麼話 但我那時一見到那個新聞 都覺得很離奇 怎會在那個位置 都能衝到海 是啊 其實 不過很難說 還有 然後 應該是連車衝 那個新聞 好像又 都衝到海 很久了 然後又說 有Y人下去 去救人 等等 但是 下海還可以救嗎 是打鬧的 不是二十分鐘之內 要救到 救不到 其實你 我想二十分鐘都在一起 就算下海 都是甚麼 在海失蹤 都會出動 Y人 嘗試去救 其實 然後還要連車 墮海 都甚麼 是會去打鬧的 嗯 但不是 好像是否救得回 那個人 救不回 救不回 好晚看新聞 好像又說 找得回 他說他早就失去了 生命跡象 其實 然後搶救後 就更加證實死亡 都會進行搶救 儘管嘗試一下 儘管嘗試 不是儘仁事 不要儘管嘗試 儘管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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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 有時看都看得到 是 近時一些笑話 上庭的那個驗師官說 你當時為何不進行急救 然後救護員說 我朋友的經驗就知道 不需要 你這樣回答到四輪斤 所以這也是事實 對 那個笑話是 他的頭和身都分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裡的新聞寫著 一個46歲的人 說 駕私家車到深圳灣管制站 上班途中 在深圳灣公路大橋失事 四輛車炮彈飛車 跨越圍欄 墮落了十幾米下的橋底 那橋底就 這個男子就被困在兩米的海底 那兩米好像很淺 兩米夠的了 兩米 剛剛好駕車 那夠困在裡面 你就夠浸死了 然後他就說 困在兩米海底 約三個小時後獲救 然後我看完後 我心想還有得夠嗎 噢 當時他寫著獲救 兩個字 還沒有 這個之後的新聞就寫著 三小時後獲救 然後他說送院後就證實不止 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天就調到車 對 對 而在這個按法的時候 嗯 就是剛才那張圖 我再出了一次 在公路上面 就撿到這個東西 有個Chaki Chaki 哇 立即充滿聯想 大家有記得Chaki這部戲 嘩鬼回魂 對 嘩鬼回魂 對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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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去到第二集就直接叫Chaki 是嗎 是 即是近時的戲會這樣改 即是 第一部戲之後就 一集都叫Rambo 哈哈哈哈 我以為是第二部戲 其實挺恐怖的 他不知為何拍到 拍到車出來 是呀 拍到他 其實可能找到一些 平時他的照片 是 噢 出奇的 如果有部車 後面是放Chaki 的耳朵的話 會被拍 但是當你發生了這樣的事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遐想 尤其是我們做靈異節目的話 哈哈哈哈 嘩 究竟他會不會在駕駛車的時候 他突然間會動的呢 是 是 然後可能晚上他們在聊天 聊天 一邊跟他說 然後他拿著把刀 含著他 含著他 含著誰 即是男生含著女生 含著兩隻公仔 那隻公仔含著司機 是 但是他看不到的 是 然後弄到他踩油 衝了下去 噢這樣啊 你覺得這個故事是 也有這樣的聯想 是呀 是會有的 尤其是看《蛙鬼回魂》這套電影的話 是呀 他還要跟你說話 哈哈 但是他就是這樣掉下去了 一旁邊就出來 Fuck you 是呀 因為Chucky是講髒話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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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Chucky本身是個賊 但是你的最後下場就是這樣 對呀 那Chucky也死了 沒有理由的 可能就是在搏鬥 喔 即是失敗了 同歸於盡了 是呀 是呀 嗯 這個純粹亂想 亂想 以上純粹虛構 哈哈 但是 很恐怖喔 你不覺得嗎 因為是Chucky 就是平時的這輛車 是幾恐怖啊 如果在後面看著他 你平時看到他 你未必發 即是 你會覺得 過癮就是 你玩這些公仔 嗯 但是你跌了下去 好像 是呀 死人喔 農曆親月尾 是呀 最後一天 其實他是正在上班的 是呀 他去上班的 是呀 他去海關職員 每天都拿著那條路 其實他是正在上班的 每天都拿著那條路 突然間失控 他很離奇 他不會是自殺 沒有跡象顯示 沒有遺書 好像沒有撿到遺書 是呀 現在不是當一般交通意外 是呀 其實應該是從他殺去調查 他殺 沒有病毒電視拍到事發經過 他殺是不是這個他 這個真的是鬼故來的 是呀 其實這個公仔是會令人勾起很多聯想和回憶 是呀 那當然 喂 如果他46歲肯定看過 肯定看過 他放在這輛車上 他放在他喜歡 是呀 應該就不是阿女執子給他玩 是呀 阿女執子這堆東西給他玩都幾害怕 是呀 是呀 他應該要旁邊那個 就是除了Chaki 旁邊那個是ChakiBB來的 第一代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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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是另一個來的 應該是他和 他的兒子 是啦 即是Chaki的兒子來的 Chaki是有兒子的 哈哈 是呀 這樣嘛 好似這樣很怪計 雖然是一件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 但是 很鬼故喔 都是覺得 嗯 看著公仔真是很鬼故 即是好像 你會想到是電影那個場面 是呀 即是究竟他是踩他的油門 他在鑽在床 還有他形容那個車應該是在上面翻滾 然後 因為 跟你說真的要衝過那些橋 都很難的 是 即是他車是跳過爛的 是呀 他是翻滾過 滾了出去 他不是橙 對 因為我看照片的時候 我見到應該不是直衝橙 因為那些爛是沒有爛到的 他沒有爛到的 那些爛是 他形容 是呀 因為應該可以看到一些 胎痕 或者那些痕跡 應該是橙了上石坡 路肩然後石坡 越過了一個爛光 即是飛出去的 是呀 哇 究竟在那裏做什麼 會扭軚呢 即是你一定是扭軚的 還要是 是 可能Chucky在後面 放出來 然後搶他的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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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猜 他突然這樣 所以很恐怖 要聲明先 剛才純屬可以求求所有故事 都是大家要推上 而且他撞了一下他的頭斷 即是Chucky的頭斷了 他留在橋上面 是呀 會不會是在搏鬥 然後撈死了 然後丟掉了他出窗 會不會就是沉埋到海 應該會是 是 應該是駕駛車 即是你可以想像駕駛車 即是他搶台 捉住他 然後扯了他的頭 怎麼會這麼糟糕 但他的身體還在那裡搶了他的頭 是呀 然後就飛車出去了 是呀 這樣的格局 完全在看電影 是呀 嘩多恐怖 我想起就害怕 這個恐怖的鬼故事 是呀 可能真的是鬼故事 真的鬼故事 即是怎樣 其實那個不是真的Chucky 是一個靈魂 鬼魂進去 就是有一個靈魂進了Chucky 公仔 公仔 是呀 就是這樣 其實不奇怪 因為我看回 就是查看那個 說Chucky原本的那個版本 真少一個 就是說其實是海地的工人 就怨恨那個主人 就可能罵他 跟著就撕黑毛術 就把那些邪靈放在公仔裡 即是你懷疑可能有人 落降頭或者什麼 落了公仔裡 香港人的家裡很多有工人的嘛 嘩 我真的純粹去扣黑毛衣 很危險 因為是指控來的 很危險 因為是指控來的 但就 我是看完這個 Original 我是有這個聯想在那裡 因為香港 香港人很多 都會有一些 東南亞過來的工人姐姐 是 是 南亞十大邪寡 如果這個Cups 要去到強姦的工人 然後再生一個小朋友出來 這樣才會落過這樣的講頭 嘩 嘩 越想越多東西 這個純粹交回家裡 是 是 因為死者意義 死死意義 啊 我認識我認識 你是不是要說回他 你都很軟識那個 是這樣過生的 不是 我是不認識他 只是說他後來說過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好恐怖的 是 是 充滿離奇的幻想 這個 究竟會不會是 究竟 背後是有些什麼事呢 這個是不是一個陶瓷娃娃的鬼鬼 陶瓷娃娃 還要找不到車鏡 他寫著攝氏私家車的車鏡已經不知所終 他本身有車鏡的 其實現在好痛 很多車都有車鏡的 但我就沒有的 你別問我理解 我也是 隨便一輛車 你兩個輪子 兩個輪子都裝車鏡的 其實很多都裝的 因為保障多些 因為常常是辣索的 因為通常車鏡是保障自己的 對於一個瘋狂駕駛的司機來說 車鏡不是保障對方的 所以有些司機就選擇不裝的 沒有法理區還是要裝車鏡的 沒有的 沒有的 他就說車鏡就 相信他沉了到海底 但其實他本身是有的 連車鏡都撞掉了 所以越整越離奇 但你說橋有沒有攝影機 其實橋應該有攝影機 但拍不到車鏡 可能有的 橋橋怎樣都拍到 但那條片就不會散出來 我就是說 其實他有描述的話 他也有描述 就是看了車鏡才知道 對 橋鏡 對 就是橋的閉路電視 對 車廣又說大型指示牌 躺下了變成斜桌 是否這樣 就是 可能他要車過了 然後飛出去了 對 就是這樣交通牌 車軟了 他就跟著去落 那不用撞撥飛了出去 對 看上相片其實 其實那條欄真的完全沒有事 那有這個可能性啊 就是這樣 就發生了在香港有這樣的事 所以大家7月14日 都是平安度過就阿彌陀佛了 大家都沒事 有如蘭成會就去捐阿米 是呀是呀做些善事 希望自己不會有什麼發生 最主要是因為香港發生 一夜又拉遠一點的地方 去你經常去的地方 前幾個月又是說有間鬼屋的 是是是是 有些人在墾丁有間木屋 什麼什麼度假村那次 是呀 我們看fax說的那個 現在又有一件事 就說有人在剛剛又是關於7月的事 有三個年輕人 這個是在台灣的墾丁 是呀你經常去台灣 去法會 是呀我接下來都會去 不過不是去墾丁 墾丁有法會嗎 沒有沒有沒有 是呀 是呀 這個是1號 即是再前一日 是呀 都是7月的 是呀 即是是星期日晚 是呀 是呀 沒錯 有三名的年輕人 就說趁這個鬼月去墾丁一個 廢墾 是一個廢墟來的 是一個廢墟來的 那什麼廢墟來的 那什麼廢墟來的 那什麼 什麼 恆春恆丁 舊聯勤中心呀 以前是美軍招待所來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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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身那裡開雞鬥 那裡的能量都很低 嘩 即是有酒呀 有 哦 是呀 夜店那些 是 夜店那些 一向都是多些 很多朋友住在那邊 是呀 幾個人去到那個地方 即是三個年輕人去到這個廢墟探險 然後我就聞到一股異味 是 那其中一個人呢 就 放了屁 哈哈 當然是大膽一點進去看看 是呀 那怎知道呢 就見到有兩句 肚餓的屍體 是 乾屍 是呀 然後就立刻 通知外面等著那兩個朋友 三個人一起 就拔足狂奔 逃離現場 是呀 然後離開了現場之後 一直都沒有說話 是 嚇到說得不出聲 是呀 然後應該他回到家的時候 才經過家人追問他們傻了 可能他們回到家都很呆了 是呀 所以那些家人才會追問 是呀 所以就被家人追問 才講出他們的案發經過 然後報警 即是街人幫他們報警 是呀 而警方到了場的時候 就發覺沒有任何打鬥的痕跡 即是看這兩個屍體呀 又沒有留遺書呀 就發現了有六十一支疑倒數 喂十六支 六十一支 六十一支 十六支疑倒數針 是呀 六十一支瘋了 同時證實那兩個人呢 即是一個 有兩個人的證件 就是四十二歲的男子和四十歲的女子的證件 經調查就是一對夫婦來的 是 而且都是失蹤了一年了 而且這對夫婦本身是住在生不死的 不是住在墾丁 是呀 即是故意走過去 是呀 所以現在就通知了家屬 就來處理了 那究竟是什麼死因 是有待調查的 應該 但是呢 我小時候應該是自己打針 是呀 其實都像 即是如果疑倒數針打得多 可以死人的 他們找到十六支 是呀 都幾十多 即是會令到你血糖 是呀 即是如果 那就是什麼 昏迷就死了 打得多會令到血糖低 他會降低血糖 即是他會把血糖 有疑倒數就幫助吸收 那你狂打就沒有血糖 哦 是呀 然後身體應該會缺血糖 然後又下昏迷 即是斷鼓 總之呢 竟然又是關於靈探的事 他們算不算特得靈探 那他們找廢墟應該都是想著靈探 五七月廢墟應該都是靈探的 但是那裡整年都沒有人進去 很明顯 基本上我想平時都不會走進去的 那些人 是 廢墟嘛 怎會突然走進去 事實上台灣有很多廢墟的地方 尤其是打完仗之後的東西 那些戰前遺跡那些 應該都很多 但其實香港都應該有很多廢墟的 有 但很多人進去的 是呀 有很多人進去的 要是去拍照 要是去打Wall Game 真是多的 對 那台灣那個地方又大些呢 所以就反過來台灣這些 可以整年都找不到他們 是呀 那如果他原本不是住在 如果在墾丁和新北應該好像有一段距離 新北是其實 台北市外面就是新北市 是呀 即是台灣的北邊 即是一邊北一邊南 墾丁在南邊 由最北去到最南 特意走過去 那即是很難發現 還有發現都不知道誰 是呀 即是說的 如果新北當時他們確定 失蹤到 都不會找到他們肯定 是呀 正常就不會 他去到那個廢墟廁 是故意躲進去 不想被人那麼容易發現到他們 那一定啦 是呀 難道去到大街頭巷 我餓死給你看 哈哈哈哈 因為如果自殺被人救得回來 更慘過甚麼 是呀 是不是要坐牢的 不是坐牢的問題 是 看你 你如果見他 如果真是 斷鼓他真是打二倒數針 這樣救得回來應該 呃 坦 應該都會有那些後遺症 是呀 很多嚴重的後遺症 是呀 因為你會 血血糖 就 腦就會 無得運作的了 嗯 應該會 腦損傷 各樣的 那些 在這個過程中 被人救得回來 都很危險 是很鬧窠 不知道 那你這些 是 隔了一年才找到 那些小孩去靈探 都不知好事還是不好事 是不是他們召那些小孩去靈探 呢 又真是不知道 感覺有點遲 我們早幾個月 就是講過 墾丁那裡 那些人 整天在墾丁裡 探險 真的 是否因為墾丁比較荒蕪 那些感覺 不知道 我未去過 究竟那些什麼地方 又說有鬼屋 又成 現在又有廢墟 這個地方 即是 很適合人家的靈探 是 但明明說 墾丁是一個適合人家度假的地方 是 旅遊勝地 對 滑浪 對 湯與海灘 對 怎知 咦 這麼多靈探 說起廢墟 我想起那次去一個地方 也很恐怖 那裡呢 其實我好像有說過 因為 那我 有情報的時候 有一次 進了上水 那些朋友帶我去的 那裡其實 我忘記了是什麼山 所羅盆 不是 上水的 他說那裡叫華山 但是我找都找不回 是否叫華山 好像有座山 叫華山 但是很矮 一百米左右 就是一百米 很矮的一座山 山仔 那為什麼會跑上去 那裡有個停機坪 那裡很漂亮的夜晚 因為它是上水 其實是香港最北 可以看到深圳 對 看著深圳 那裡其實是比維港 我覺得有少少 或者差不多 因為它現在上水沒有燈 因為那裡也有個維港的感覺 對 因為看著就是深圳 是 但是 其實駕駛上去 也挺恐怖 因為那裡沒有燈 是 完全沒有燈 那些斜路 也很斜 嗯 斜 我不是很認識人 斜路到走 也很辛苦 如果駕駛上去 那私家車都還好 那我們駕駛電單車上去 是隨時會扑街的 是 是 還有路況是很差 是 其實我也炒過一次 跌過一次 是 就是在那裡跌了一次 是 就是因為那些地不好 那些跌車 還有是勁車的 是 炒就不會炒 就是你們不會駕駛得很快 是 就是慢跌那些 是慢跌 但是也摘住了一隻腳 華山軍營 可能是 不知道 因為上面有個停機坪 那裏有座建築物 那都是廢了的 嗯 是 每次走上去那條 如果你上到一個很漂亮的位置 每次都要經過那個 有座建築物 那它 你好像三樓那樣 是 上到三樓才是天台 那裏才是一個 適合別人坐 承知的地方 是啊 就是中間那些很多垃圾 中間就是 一個建築物在裡面廢墟 是啊 就是有很多垃圾東西 是啊 但是每次 每次走過呢 都是晚上 我都不敢 你去過很多次啊 兩三次 沒有 沒有燈光的 那裏 那裏就是燈 是啊 我們通常都是自己的電筒 照著這條路走 是啊 那你開車靠車的車頭燈 什麼啊 你去到那個大廈那裏 那裏就停車了 然後你就要走一條樓梯 那一條樓梯 那一條樓梯 會上到二樓 那裏 再走多 圍著大廈 再走多兩層樓梯 才上到四樓天台 大致上是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 啊 等等先啊 看看 在車廂那裏 回應多些什麼 肯定現在 被台灣人嫌常 是關於什麼的 那裏是說剛才那個 不知道啊 但是你繼續 你繼續說 但是 是 那去到那裏 那條樓梯 那條樓梯 在二樓走上 四樓那條樓梯 那會 途經一個廁所 是 那廁所是沒有門的 是 就是一看進去 哇這個有廁所 就是看到那些廁隔 都看到的 但是 不敢走 完全不敢走 那再上半層呢 會看到 有間房 那裡面是很黑 因為我們沒有帶電筒 那手機就 嗯 那手機就 有一點光 都不 都不 完全不敢走進去 那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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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 那有的人在那裡 那幾個男生 我們都縮馬一腳 啊 那有一次我跟那個女生去 什麼?單獨 對 一男一女去 你一個單獨一個女生去 對 那一點要學 對 那上去都沒有事 仆街走的時候 去到那間 剛才說過有廁所 還有一間房 去到那間房那一層呢 他無神神 有些金屬聲 啪 有東西掉下來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 金屬聲 你說那些聲音是 像有一塊鐵板 是 跌落地也好 或者有人 敲擊鐵板 是 是 其實像是 跌落地的 是 好像一塊 靠著在牆的鐵板 是 是 那裡都幾年 那裡都十年 你當它 那不會無實實 我走到那個 才到你 我走到那個位置 他才會跌下來的 那天又不是特別大風 然後兩個人 都不敢 說也不敢 說 馬上走 再走快一點 就算了 看也不敢看 那次就嚇到我 那些聲音是在室內 在房間裡 是 嘩 嚇死 好像有東西警告你 那樣 就是 如果 原來是另一對 難 就是 你說 如果是 是不是警告我 就趕你走 我會覺得 走啦 不能阻礙 那樣的感覺 是 帶著女兒上來 是不是上去車震 我覺得電單車震不到 很危險 是啊 還是 有沒有立即抱著 這女兒 會不會給你一個機會 應該也不是 拖著走 抱著 因為那裡是樓梯來的 全程樓梯來的 抱著也很危險 抱著會一起跌落地 還是拖著馬上走 大家笑一點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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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帶那些 戰線過去 是 你教他去嗎 不是 他四條戰線 抽了一條 這麼厲害 他有四條 有啊 我沒有聽到四條 我錯過了 我有聽到 但沒有聽到四條 是啊 大家追回這幾集 大香港早晨 有七飛 有四條 是啊 這裏 兩條女兒 兩條男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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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聽到有什麼 有詳情聽回大香港早晨 星期五的第四節 是啊 似乎鬼 有興趣 有興趣先聽回 星期五的大香港早晨第四節 是不是華山軍營 我找一下是不是 找一下 有機會就在下集告訴你們 是不是華山軍營 是啊 你又沒有課金 是啊 真的不行 有鬼故說 是啊 真的沒辦法 好啦 今集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阿彌陀佛 Bye Bye